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康大爷 哦 我们主人 就是小康的父亲 对 你不认识吗 我怎么不认识呢 这不 我表哥压我熟嘛 是吧 嗯 行了 一会儿我跟你讲 好多好吃的 都得经过我们康大爷之手 嗯 嗯 我要偷偷的跟他学下艺 你们俩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你们好着急啊 好 好啦 目槌 来 sided 开工 走 走 杀猪菜原本是东北农村杀年猪被年肉食必吃的一席猪主题盛宴 除了猪肉本身的彪悍口感 尤其以头皮下水的各色做法出名 贝贝守着昌途黑猪这块宝 康大叔颠对起杀猪菜了 那可是娴熟的祖传授意 作为第三代传承人 2020年康大叔跟他的掌勺功夫 昌途黑猪肉炖菜制作技艺 一起被列入了当地第九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你做这个杀猪菜跟别人做的杀猪菜 它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酸的把必须有老汤 把这个骨头脊骨也好脊骨也好 挠出汤来以后 酸的酸的就是另一味 从来讲盖汤钙质 这个血肠一般灌的时候不是老就认的 搁什么做标准呢也不认是啥 这个搁这碗一碗呀挂碗那时候来 这就是正好的 咕噜咕噜马上就能出锅了 这道菜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听说是肥肉锅包肉 咱可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所迷惑 由于昌途黑猪饲养时间长 足年之后肥肉中就多了那么一种难得的酷似理己的纤维感 恰恰是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奇妙口感 成全了这道鉴于油标挂糖的酥白肉和里脊烹汁的锅包肉之间的做法 终于上准了 这一专菜绝对都是小月月爱吃的 我必须先尝尝那个 你还是哪个 非仪的 非仪的那个 那你是无肉不还 康大叔亲自做的是不是 这些手做的最好是这个 尝尝尝尝 不满专菜血肉血肠 对 刚刚啊 解答啊 而且在桌上都是我们仓途当地的这个特色啊 还有特色的这个我们叫包比 包比 是吧 特色的包比 特色的地瓜啊 这个得尝一尝啊 你先咽了再说 太好吃了这个 除了好吃 这个酸菜炖了多久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吧 不到一个小时 那里边有什么特殊的做法吗 为什么吃起来这个口感 这么香 而且这么鲜 而且还就是这个酸菜 吃起来一点不抢这个肉的味 很辣 就是酸菜有酸菜的香味 肉有肉的香味 不争不抢 我记得酸菜的灵魂在哪里 在哪里 它这个汤 这个汤不是普通的白水汤 它是用骨头炖出来的骨头汤 哦 烙汤是不是 烙汤 是吧 烙汤 看着这黑猪肉 黑猪肉 看着黑猪肉特间吃了啥不 啥 幼之吼 看着味道强 这点就是对它牛 这个肥肉的话到嘴里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真的是一点也不腻 肥而不腻 瘦是不柴 那个刚才看咱们这个黑猪 是经常在外边溜的是不是 对 所以它这个肉 就是这个瘦肉为什么不柴 原因就在这 是吧 因为它养殖 它斤肉多 养殖时间长 而且呢 它这个肌肉发达 圆养和放养相结合的 而且它一生还有听音乐 它是听着音乐长大一点 你要干啥 听音乐 然后呢 太会享受了 还躺在那种沙巴床上吗 躺在叫阳公猪舌发酵床 软头 来 这道菜 这道菜我觊觎已久了 这个 是肥肉做的 肥肉对 锅包肉 叫酥白 酥白肉 酥白肉 我尝一会儿啊 本来我以为它会很腻 但是吃到嘴不腻 不腻 特别香 即使它是拔丝的油炸的 而且里边是肥肉 还很香 不腻 好吃 我来大口 虽然依旧是先过油 后调味的招式 肥肉锅包肉 原料上类似酥白肉 以肥镖为主 吃起来口感却酷似锅包肉 外脆里酥 在脆香上 还有那么一点 种田小酸的俏皮露树 这早餐做好了 你说得回谁啊 嗯 这得回我爷爷 怎么了 我 主传 主传秘密码 这是您爷爷研制出来的吗 我爷爷就喜欢做菜 但是非医生 我爷爷房给了我爸爸 我爸爸 刚我咋吃 现在没刚我 这咋说 虾儿不腻 虾儿不腻 虾儿天可口 对 老兽皆宜 我特别 本人特别特别爱吃豆 开哥啊 台商 上面这个 当地 Và 干豆腐签子 做这个 干豆腐签子 跟这一个 这在海帝 也是煮粘的 生日活生日活生日就是活 活不得吃嘛 也是一种文化 对 这句话说得好 就得研究 我们把平常的这个食物的话 给它做的如何 在这个食物基础之上 让它做得更可口 非常感谢你做 这么丰盛的招待 好不好 特别好 如果好啊 马上凯哥 我带你去我二姨家 接着吃豆腐 豆腐宴 你看怎么样 我还有二姨 怎么样 你亲戚太厉害了 多是吧 可以可以 那我就稍微留点肚子吧 晚上 吃点豆腐行吗 很高兴认识大表哥 好 然后大爷是吧 大爷 祝你长寿 好 谢谢